一段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怨远 阿弥陀佛 我上佛世界太痛苦了 随时都可以来接引我 这个小和尚啊 很喜欢捉弄别人 躲在佛像后面 前面看是佛像没人 这佛像突然有声音出现了 这小和尚啊 年轻很小但是很调皮 小和尚啊就装枪 装了个枪 老太太 那么今晚我就请你来呗 这个老太太啊 听到佛祖啊 突然啊要进他走啊 吓坏了突然昏倒了 从来没有想到这么灵感啊 随呼随应 太感应了 不过感应的吓一跳 人啊 妹妹啊 都会讲当自己的生命 碰到障碍的时候 就说佛祖啊 你早一点来接我吧 可是等到佛祖真的要接引她的时候 却又舍不得说佛世界 哎呀我的孙子啊 才几岁啊 是不是 我的大儿子啊 现在啊 事业还没有成功 对不对 我多留几年照顾孙子 挣一点钱 好让大家过日子 平常说的富丽堂房啊 脱口而出的口头禅啊 在这个时候 生死的交关当中 就一点都不管用 这个故事在说明什么 我们啊 这段故事意思 就是说 我们啊 不是旷古绝境的天才 我们也没有达到 禅师那种大无我的境界啊 也没有那种高深的定律跟智慧啊 不是生死自在啊 我们往生极的世界 只是念一念来求一求啊 有没有真的那个功夫 也没有坚定的意志 说我呀 就是接近要往生极的世界 因此啊 是不是平常真的努力 充实自己 下定决心和毅力 把生死当作第一顺位 最重要的 我们一般众生啊 只是缺少失口 没有下定决心 脱口而出 那种口头禅啊 那种非常肤浅的 所谓的愿望 其实啊 都是自欺欺人 等到生死现前的时候 一点都不管要 吓坏了 所以因此啊 我们啊 凡夫所作所为啊 只是代表一时的兴趣 一时的冲动或者是感情 等到事过境迁以后 你发现 我原来不是这么了不起 原来我是这么的脆弱 每天不是祈求阿弥陀佛来建议我吗 正当啊 我要建议你的时候 又害怕了 所以 我们的愿发出去 实行 要 信愿行 是站立在 真正的了生死 而所做的每一个念头 都变成有意义 而不是空口说白话 变成口头禅 信愿行 每天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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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如果呀 每天做念阿弥陀佛 你喜欢吃的东西 放在冰箱 是不是 比如说冰棍 放在冰箱 你儿子突然 第二天把他吃完了 这个头骰子 你敢吃我的冰棍 念佛突然忘记了 只是一包冰棍 起大火了 所以 我们祈求阿弥陀佛 建议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不是真的有那一回事 是不是真的要想 真的要往生极乐世界 那就要付诸实际的行动 又不能很快 就被世界的假象所击溃 撒那之间就溃不成精 我们如果把坚固的心 当作西方极乐是军队 信 深信 怯验 实行 形成一股坚强的军队 在这之后 不要被世界的外面的境界 随便一打溃不成精 起不了作用 这个就是师父今天 跟大家提出来互相勉励 接下来 另外一个故事 另外一个故事 唐太宗 对玄奘大师 这么说 我很想供养生宝 但是我听说 现在的出家人 都不守戒律 也没什么修行 我想供养 提不起劲 真的是很奈何 很无奈 玄奘大师就回答 唐太宗这么说 说昆山有玉 但是都含着泥沙 昆山一个山 再一个昆 昆仑山那个昆 昆山有玉 但是都含着 含在泥沙里面 意思就是 你要去挖这个泥沙 挖出来 才看得到那个玉 说泥水产金 美丽的泥 那个泥水产金 但是这个金 也都参载在 这个瓦泥里面 大的石头 小的石头 瓦片瓦泥里面 这些罗汉 虽然是假的 比如说 土做的 木雕的 都有 金铃铜铁都有了 虽然是假的 但是 跟唐太宗这么说 玄奘大师就说 如果我们对着泥塑 木雕的阿罗汉 来恭敬 来恭敬 则申福 恭敬心 就申福德 虽然他是金银铜铁 塑造的阿罗汉的像 金银铜铁 所塑造的佛像 这个金龙 毁掉他 则有罪 虽然是金银铜铁 所塑造的 可是 因为你发恶心 毁掉他 这变成有罪了 同样的道理 虽然是泥土的龙 泥土啊 龙啊 天龙宝 我们呢 都是龙的船 那个龙啊 虽然是泥土啊 所雕塑的 龙啊 虽然不能降雨 但是像龙啊 祈祷 你想要祈求这个雨 还得像啊 泥土做的那个龙啊 祈祷 贤壤大师对唐太宗 这么说 也许这些平凡的出家人 不能降福给人 但是你要想修复 还必须尊敬繁身 还必须尊敬平凡的出家人 这唐太宗恍然大悟 这句话 所有的居士要背起来 我从现在起 虽然见到小沙咪 犹如敬佛 好 拍摄 拍摄 谢谢大家